那如果台海發生戰爭 美國的士兵會不會出兵到台灣 我可以很明白告訴大家 美國的軍隊不會到 台灣的土地上來 不可以也不能 不可以 不可以也不能 我為什麼說不可以也不能 為什麼 如果美國的軍隊上了台灣 第一個 我們在演習的時候 漢光演習 各種演習的時候 我們從來沒有留防禦區域給美國 我們所有的演習的區域 台灣就這麼大 每一個士兵的地方 每一個營 每一個旅的地方 都我們沒有幫美國留任何的防守區域 打起仗來 美國在台灣沒有角色 但是美國一直在講 我沒有角色 我不會進入台灣 但是我不會缺席 我不會不管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島鏈的態勢 這是聯盟的態勢 也就是說 我們台灣以北 向沖繩 向日本 這塊地方是誰 是日本跟美國在手的 像南網菲律賓一直到澳洲 這塊是誰在手 這是美國菲律賓加上澳洲在手的 這條島鏈串起來之後 我們台灣才不會被突破 讓我們腹背受敵 我們喝成一氣 守住第一島鏈 其實這就是我們的角色 所以美國不會放棄我們 因為它不是它疼毀我們 說人家說有台積電 有什麼晶片 不是 美國如果讓台灣被突破 我們的威脅是直接威脅到美國本土